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你可能听说过他在拍打戏时的神勇表现 但你绝对没见过他休息时的可爱一面 诚意,这位演技全能的男神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幕后 都散发住不同寻常的魅力 诚意的拍打戏堪称行云流水 仿佛融入了天地之间 他的每一招每一式 都有助武与伦比的力道和精准度 诚意的出手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不愧是打戏界的天神 诚意不仅有助出色的身体素质 更深厚的武学底蕴 影片中的打戏 交给诚意 无疑是放心的选择 而且有网友曾经调侃说 谁不说一声打戏还得看诚意 这句话可谓是切中了大家的心声 诚意不仅在动作上有助惊人的表现 更是将每一场戏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然而 当镜头转移到诚意休息的时候 他却展现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一面 原地练习动作的诚意 让人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惊呼和笑声 他仿佛是一个顽皮的小孩 在休息时却又对自己的动作进行不懈的练习 这种可爱的对比感 让人对诚意的印象更加深刻 有粉丝戏称诚意为可爱属 形容的真是恰到好处 他在休息时的搞怪动作 不仅展现了他活泼的一面 更让观众感受到了 他对演艺事业的专注与执着 诚意不仅是一个顶尖的动作演员 更是一个用心对待每一个细节的全能艺术家 诚意的这种反差感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职业经历中找到一些端倪 诚意曾表示 他在拍打戏时会全身心投入 将自己完全融入角色 这种专注和敬业的态度 让他在打戏中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而在休息时 诚意则选择通过原地练习动作来保持状态 这种习惯不仅让他在镜头前表现得游刃有余 也是他能够保持身体素质的秘诀之一 这样的努力不仅为影片增色不少 也让观众更加了解 他是一个如何用心对待演艺事业的演员 或许你是诚意的铁杆粉丝 或许你只是偶尔听说过他的名字 但不可否认的是诚意的这种全方位的演技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用心对待表演的艺人 无论是他在拍打戏中的英勇形象 还是休息时的可爱模样 都让观众感受到了一位真正与自己有关的演员 诚意的反差感 不仅是他个人的魅力所在 更是对演员职业态度的一种诠释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成功不仅需要天赋 更需要不懈地努力和对艺术的热爱 或许在平凡的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打戏与休息之间的平衡点 让自己在不同场景中都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总结一下 诚意不仅是一个在拍打戏中星云流水的天神 更是在休息时展现出的可爱一面让人难以抗拒 这种反差感 不仅让他在演艺圈中独树一帜 更让观众对他的印象深刻 诚意 一个全方位的演技天团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更多的作品中展现出更多的精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